这个音乐是苹果的演播厅吧 对 苹果演播厅 GPU提升4呗 你逗我呢 怎么何德何能提升4呗 你跟谁比提升4 来来我们看GPU 你们讲这个GPU提升4呗 兄弟 GPU提升 你要真提升4呗 我直接把这个iPad吃掉好吗 开玩笑呢提升4呗 你跟谁搞的 没有说这个话 这是最高快达4倍的专业渲染性能 还是跟M2比的 兄弟们 这是扯淡了 那这个就肯定是这种 就是随便对比法了嘛 对吧 随便对比法 你看它是拿什么来比的 affinity photo 那你这种应用 它又可以吃CPU 又可以吃GPU 还吃很多优化层面的东西 而且它是 这个是拿什么笔啊 就是拿着12.9寸笔 对吧 就是说基于M3是吧 那就是M3嘛 我估计就是M3嘛 这个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 那为什么会有什么提升4倍呢 怎么可能啊 想想都不太可能 这一次直接拿绝区0来 叫什么来 这直接拿绝区0来做对比了 兄弟 直接拿绝区0来做对比了 这叫渲染性能 affinity photo的渲染性能 这不是 这个不叫GPU性能 兄弟 这不是一个意思啊 你们别搞错了 这种东西是可以靠 很多神奇的这个优化 来做出来的好吗 就跟英特尔会是说 我跑这个AI 我相比这个酷睿Ultra 相比这个12代酷睿 可以提升十几倍性的 因为多了个NPU 可以提升十几倍性的 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 就这种东西是属于强词夺理了 我们要比的话 肯定是比这个GPU的 这个光山化的这个性能 反正它应该相比这个M3 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吧 第一个有光追 可是M3有光追 只是iPad没有用过M3而已 就是iPad就没有用过M3 仅此而已 那你要比的话呢 就是屏幕反正这次高配 多了一个纳米的这个玻璃 对吧 然后换了OLED屏 像之前是迷鸟ED 反正换了OLED的显示效果 我不好说 但是但是轻肯定是轻很多 轻薄轻薄很多 M4芯片 对吧 那么这个这个话是很搞笑 最高可达时和 GPU倒是没有那个减配的GPU 但是GPU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本来对于iPad来说 GPU就是过剩的 CPU重要 那CPU砍的那个P核 是有点过分的 摄像头是少了一个吧 我看看摄像头是不是少了一个 还真是啊 少个摄像头 当然了 说句实在话 iPad的摄像头确实用不到 iPad的摄像头压根用不少 但是它少一个确实也是挺搞笑的 那底下这一块给了个啥呢 它是不是换 它给了个什么东西吧 底下这一块 这个底下这个黑的 哦不是 它换位置了 哎呀 这不搞笑吗 它把闪光灯换下来了 那上面那个是距离传感器是吧 然后它把麦克风换了 麦克风本来就在这 麦克风少了 它把LiDAR换到这边来了 哎呀 它换的 可以 让你这个看起来 让你觉得好像没什么区别 这个其实是个LiDAR 然后它把闪光灯给你放下来 那上面这个是什么东西呢 距离传感器嘛 麦克风少了一颗是吧 行 好 麦克风少了 行 我看麦克风在哪 麦克风有说吧 麦克风有没有说别的什么 四个录音棚集麦克风 五个录音棚集麦克风 还真是 我操 行 哎呀 把麦克风砍了呀 也砍麦克风 减量不减价 行 确实 这个是苹果 这个像是苹果干的出来的事 再讲一下CPU呗 那CPU就是换M4了这一次 换M4了 M4就是相比M3加了两个一核 但是架构有没有变化 我们得先去测一下 然后与此同时呢 它的NPU做了一个升级 虽然说还是16核吧 但是NPU做了 就是按照它发布会的说法 是有很大的改进的 那我们到时候可能测一下NPU看看 对吧 架构有没有变化我不知道 但它说相比M2芯片 CPU性能是提升50%的 那什么意思呢 M3相比M2 主要就是这里面加两个一核 就多了很多的变数 我跟你讲 M4相比M3提升30%左右 提升30%这里面 你得去掉这个一核的提升 因为多了两个一核 是天然有提升的 对吧 所以就感觉有点难说 它到底最终架构 有没有换过不好说 到时候看一下 我们测试一下看看 它有没有提到M4的任何的规格 全是显示眼前 这个DSP换了 对吧 然后NPU换了 这个GPU应该还是M3上的GPU吧 不知道GPU有没有什么区别 这个很有可能还是M3上的GPU 满血版还是残血版都要测 是吧 确实 确实 这个残血版就有点搞笑了 你本来只要测一台iPad 现在要测个残血版 你想 以前 以前这个是放在换代 就是怎么讲的 以前我哪怕用残血 我至少相比之前是大幅提升的 比如说A12X对吧 但至少相比A10X是大幅提升的 你现在这个搞的就直接像就就做了个阉格版出来了 对吧 多水一个视频 那我们 我不倾向于做两个视频 我是不倾向于做两个视频的 没有必要 续航有没有说法呢 那看一下这个技术规格就知道了 续航有没有说法 机型比较 机型比较里面有 13寸iPad Pro 这个 Pro 这个厚度是真的薄了很多 你看到没有 相比上一代直接削掉了 1.3毫米 哇 这削的非常多 5毫米的厚度超级薄 重量的话也是清掉了100多克 对吧 那确实 在这个方面 对吧 在这个便携性方面是有很多的看透的 内存带宽是相比 M2是有一点提升的 这个应该是LPDDR内存的这个频率上去了 内存带宽相比M2是有一点提升的 就是LPDDR的内存频率应该是要高一点的 电源电池没有区别 这个同样的工况 跟上一代是完全一样的续航 就没有任何的区别 没有任何的区别 封国网络有阉割吗 看看封国网络 在上面吧 应该 封国网络 这封国网络在这个地方有说 有说吗 这里好像没有具体讲到 这里好像没有具体讲到 这个是千兆LTE达29个频段 这里有三 就是LTE的这个频段少 这个我估计可能可能这个跟地区有关系吧 这个不好说 你很难说它是一个阉割 但是反正其他方面 对吧 M4芯片是铁阉割的 实体卡槽没了 是吧 有这个说法 就是eSIM 是eSIM 是eSIM 看看eSIM 第三档 需要使用数据计划 数据这个东西 但是这里是 这个eSIM是指10 11 12 13 14 这个是在哪里来着 我也不知道 是在这边 哦是eSIM 确实在这里 哎呀 eSIM eSIM就要看运营商了呀 兄弟们 哎呀 连通友是吧 eSIM就要看运营商了 运营商愿不愿意给你是个问题 但有一说一 那个啥来着 就 就是Apple Watch的话 你是可以办得到的 只有连通是吧 那那就是要 就逼着你非得用个连通了 就是 就得用连通了 这个是在哪 我看 点一下 10 请联系中国连通了解更多详情 那只有连通了 用连通吧 用连通吧 这个 这个我不能 我不能评价 就是关于eSIM这个事情 我没法评价 就从方便的角度是不太方便的 非常不方便的 但是 但是 eSIM从 从这个集成度的角度是大势所趋啊 就是 未来手机也会上eSIM的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去评价这个事 就是我觉得 只能说有利有弊吧 就是占未来的事情 有杂音啊 有杂音吗 有杂音吗 来 来什么电话吗 没有 没有电话 飘哥没有给我打电话 飘哥没有给我打电话 有杂音吗 兄弟们 欠别了 好好好 行 好了 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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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笔 确实笔卖多少钱 他是不是 他有说笔卖多少钱吗 Apple Pencil 来来来 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选购Apple Pencil Apple Pencil Pro 这个价格是一样的 这样的吗 那我错怪苹果了 那我错怪苹果了 那行 价格是一样的 倒挺好的 这可以 这个可以 行 干了一件人事 干了一件人事 但是不兼容 不支持新 不对 支持新Air的 支持新Air的 互不兼容 跟什么东西不兼容 不支持二代Pencil了 行 就是老的这个iPad 没有办法去用这个新的笔 然后新的iPad 你也不能用老的二代笔 就是要 你要买笔就得新买笔 行 他没涨价 也算是 是吧 我们也不说他什么 对于苹果来说 这已经是 现在是最低要求了 对吧 他这个没涨价 我们就不说他什么了 毕竟苹果嘛 苹果的话就是就这个尿性 对吧 大家懂得都懂啊 网页放大一点啊 网页放够的够大了啊 就够大了啊 他这个可以支持 反正都是支持新的机器 就是这一代机器才能用这个 我们看一下Apple Pencil的规格 有什么区别啊 Apple Pencil 这新一代的这个Pro的规格 就是多了一个轻捏的这个操作 对吧 痛失韩国市场 多了一个轻捏的操作 然后可以测旋 旋转这个笔 它这个画面 就是屏幕上的这个画面会旋转 对吧 触触反馈 就是你轻捏这一下 它里面有一个线性马达嘛 然后给你给你震那么一下 多了个线性马达在里面 行吧 反正就是 怎么说呢 这种功能对于画师来说还是有点用的 而且就是我觉得有一点是我不用去吐槽的一点 就我没有什么可吐槽的一点 就是确实我知道了很多的画师 插画师都真的是用iPad的 虽然这个插画师吧 很多是有 就是说又用这种数位版 然后又用iPad 因为iPad你带出去比较方便一点 就是确实在这种一体式的集成式的设备里面 就是iPad是画师用的非常多的 因为很方便 相比说有本的话要方便很多 那其实这个怎么讲呢 就是我感觉能做一些这种画师喜闻乐见的功能 那本来iPad Pro也是给很多画师画画用的吧 那我也觉得不错 对他们来说也不错 就用旧款也没差 那旧款就没有这个捏的这个功能了 没有这个乳含功能了 对吧 也没有这个旋转功能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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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